哦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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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请给我爱的力量 哦 哇 用尽一生的爱机会了 当然是放红的自由 我无怨无悔 无憾无忧 这一生要遥和求 大家晚上好 还蛮好养的 可是也是很老 那就是老车的 但是构造还蛮简单 外面还蛮多人会修的 年底买车不划算 那哪有差啊 没有在管那个的 那个买回来先试给大家看 跟大家分享 才是我们最主要的意义 马沙拉蒂是这样 我虽然知道那个车可能回来 花费可能会很可观 但是我还是想要这个以身试法 飞而铺火一下 那顺便这个我打算马沙拉蒂回来 那我就大概开一年 然后我会在一年里面 跟大家分享我们开一台这么贵的车 那个新车选配完大概600多万的车子 大概每一次的保养啊 或者是这个一年当中会不会叼掐啊 会不会坏什么东西修要花多少钱啊 好吧 我再陆续跟大家分享 我在这台马沙拉蒂上面的花费 那218还在 但是因为218我觉得没什么好分享 因为他就是一个新车 好死不死就叼掐那一次嘛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开了1万7的样子 那也花不了什么钱 因为他就新车 其实基本上也没花到什么钱 所以也没什么好分享的 好啊还有什么 刚才问什么 FIT FIT就这样啊 就买回来骑啊 很简单的啊 他如果今天他的定价是80几万 我就不会去买了 我说实在话 那是因为我觉得我看他的价钱 觉得有诚意嘛 我们才买 我记得他去年本来讲86万的样子 我肯定的共攀那 背着老板像妹妹 好难过 我家的狗上次差点死掉 好像上次直播有跟大家分享过 然后这个慢慢的 有一点老年痴呆症的感觉 那有平常在关心我跟老板娘 限动的朋友 那也有传讯给我说 他家的狗在昨天 也死掉了 而且死在他爸爸怀里 我家小狗16岁 其实像这种小狗死掉的事情 在我们脑中已经复习了千次百次 但是相信到发生的那天 还是没有办法面对的 虽然心理准备是一直在做 那Bruce有分享说 他阿公90岁之后就忘记他了 只记得他儿子 然后就被忘记的人会觉得很难过这样 然后去年阿公走了 然后他也在外地工作 没有见到最后一面 其实我跟你讲 这个没有什么好开示的啦 我跟你讲这就是人生啦 像我从小到大对我 我觉得啦 我觉得对我最好是外婆 有没有 可是其实我外婆走的时候 我人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人应该是在外岛当兵 我还请了商家 对啊 也是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所以这种东西 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 会遇到很多事情 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我一个好朋友也是忽然间就是车祸就走掉 我那时候 20岁左右 20出头岁左右 我人那时候在大陆 我也是没有办法见他最后一面 送他出去这样 可是坦白说我曾经有想过 以我那个同学来讲 就算我当时人在台湾 我可能我也不会去 因为我可能是会逃避吧 不太能接受这种事情 而且我常常在梦中梦到我那个同学 有一阵子 现在比较没有了 所以我认为人一生过程当中 本来我们就是要学会去 讲都很好听 学会放下 要学会释怀 可是我跟你讲 哪一天等到我家的狗真的挂了 我想应该 可能直播你们也看不到我 我在猜 我不晓得 不敢想 真的不敢想 如果你要真的要安慰自己的话 就是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就是这样 也许你没见到他最后一面 也是因为他不想让你见到最后一面 有没有可能 对不对 命运就是这样安排 倒是不用一直放在心上 我是这样觉得 连他的份一起努力下去 你就对得起阿公了 好不好 加油 原本现在应该在小师汽车现场 可惜昨天接到电话车都卖掉 真不巧 真不巧 我常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有很多客人来抱怨 他说小师我终于买到车了 我大概跟你们预约的 大概五次 然后都在我要到你店里之前 打电话也跟我说卖掉了 但是弃而不舍的我终于买到了 他听到客人这样讲 当然我们我也很不好意思 但我还是要跟他分享一个 就是说其实 如果我知道这个车那么热门 我标准不放高的话 我到外面随便捞 我可以捞一堆回来卖给你们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生意还不错 然后有蛮多客人愿意相信我们 然后我就要想要赚很多钱 然后比如说马三很好卖 然后我就去外面不管三七二十一 有马三有辟头就全部扫回来卖给你们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对 我们的车子进来还是要遵循 我们应该要有的标准下去贩售 去进车 不能因为哪一款卖得好 我们就不做品管的动作 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是 要不然真的如果照这种 大家在那边抢不到车 大家都说我饥饿行销 可是其实我不是饥饿行销 是我真的必须要这么久 才遇到一台这样的车 然后才进来 然后检查完可以才上架 那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不要说饥饿行销 我那么多客人在后面等 抢一台车抢不到 那我去外面随便弄三五台 一直上架一直上架 我就一直卖就好了 拼翻作虑你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好像也不能这样吧 对啊我觉得这样好像也不对 所以我们还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节奏 那目前我的公司的产能节奏 一个月一个礼拜 就是大概只能产出大概上架 大概20台至30台 是我目前的产能 就是把我所有的SOP做完以后上架 那就大概就是一个礼拜 就是20台至30台 我的产能就只有这样而已 你要更多 我觉得都会促使我的品质下降 不管是服务的品质 因为我们不断的产出新的车 我们还要服务旧的客户 所以如果这个数字在往上提升的话 要不然就是我要更大的场地 要不然就是我要请更多人 要不然就是我要更多的钱去买车 要不然一定会影响到车的品质 跟服务的品质 这个就大家包含一下 没有饥饿行销这种事 真的有车可以卖 100台 200台 300台 我当然都想卖 问题是不可以这样 请问小师对雅各7代的评价如何 雅各7代是几年的 6 7 像无敌便宜刚那个 对像无敌便宜刚那个 03 04的 那个还不错 那个还蛮耐用的 就稍微零件稍微贵了一点 其他都我觉得都还算不错 但我觉得7.5代比较好 满保值的 7.5代你现在去买 应该都还要20好几万 如果改了像手牌的排档杆会被雕吗 你如果改了像自牌的排档杆 有机会不被雕 可是你要看验车很配不配合 Focus 3.5 二手车评价如何 Focus 3.5 目前还算是市场上满主流的车 所以看起来评价还OK 价钱也算是少数Focus里面保值的 那Focus从3.5代开始到4代 其实都很难得一件的算满保值的车子 他以前Focus跟保值不会扯上关系 划上等号 所以3.5代跟4代是有点跌破眼镜的Focus 船动轴胜油换防程套 还是副厂整修品 想再开5年 看你的车款 你的车款如果是一些国产车 其实你就直接也不用换副厂 你也可以换新的就好啦 最近我遇到很多人跟我问说 排气管冒白烟 有时候像这种天气容易有水蒸气 所以你应该是先看说 刚发动的时候冒白烟 那你看热车之后白烟会不会就排完了 排完了之后应该就没有了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那如果你沿路热车冷车都一直在白烟 那真的就是要检查一下了 那真的就开去了 旧车改APP发动真的做得到吗 做得到你要死要留在上面 那个我了解过了 那个有人来问过我了 我是觉得我是不建议 因为现在汽车的电脑化太严重了 我都不建议去做一些改线路加这种东西的事情 以免一不小心你车子怎么样了或是保护失效等等的 我是觉得不建议 碟盘车购是容易变形 我是不太建议碟盘车 碟盘它本身不是贵的东西你干嘛去车它 像上次我记得某一台某一个影片 V&W就有人在下面讲 碟盘为什么不能车 你当然可以车 你要车的跟卫生棉一样薄也OK 但我是觉得说那个碟盘就是几千块的东西 那它既然已经变形已经吃购你为什么还要去车它 基本上那个东西你去磨 它就是很简单的一个物理原则 它就是变薄了 你跟我讲不会怎么样 我就觉得它变薄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就单纯就是这样觉得而已 那为什么几千块的东西你不去弄 那个刹车是你攸关你生命的东西 你为什么要去车它 变形了就换掉 你如果连几千块的碟盘都换不起 你要开车吗 你就不要开车你骑到哪里就好了 坐捷运也没关系 U-bike也很好 我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说可不可以车的问题 它当然可以车 你要车的跟披萨一样保证都没关系 问题是你干嘛拿自己跟家人的生命去开这个玩笑 为了省那个几千块钱 你开了几十万的车上百万的车 你省那个几千块我不知道意义在哪里 我的感觉只是这样而已 如果那个东西很贵 我就散车了 没办法 我就车了 那个碟盘一座三万 车一次一千 好我用车的 那样烂命一条三万没有一千我有 那就车啊 可是如果今天不是这样子 我都觉得何必勒 朋友开一台二手三三五 在高速公路开到一半 引擎四茂白岩车底开始漏油 修设厂说是高压棒譜坏掉 值得修吗 那个都会坏啊 那个有一个高压的喷油嘴吧 应该是汽油棒譜 还有两颗棒譜我记得 那可能是喷油有问题 公油有问题 还值得修吗 看车况啊 还是得修啊 右上角那个八级拳是频道战术厂 对啊 诶来来来 有人cue我了 防御公式好不好 这个虾皮搜寻防御公式 还有卖很多这个车子啊 3C等等的一些东西 还蛮好用的 那这个八级拳张修成老师 这个是特务在学的 现在这个时机很混乱 那可以去学一下八级拳 好不好 146朋友一台日归的原厂手牌要卖 请问我要坐这一车是什么状况 六缸的吗 六缸就注意有没有吃机油 BMW车最简单的啦 把油检查好 水检查好 不要漏油 不要湿水 不要吃机油 基本上BMW就是头好壮壮 诗哥小时候长大想做的职业 嘿嘿嘿 那小时候好像没有想过 打算买一台车给老婆 真的啦 如果经济允许真的要这样 刚刚有一个来交车的朋友就是这样 她说她老婆已经半年的时间 从新竹坐车到桃园上班 然后到桃园以后 还要再骑摩摩车30分钟去上班 我说你早就该买一台车给她开了 怎么可以让自己的老婆这么辛苦 她出去赚钱已经够辛苦了 你还让她又坐火车 然后摩车又骑又要再骑30分钟去上班 怎么会让自己老婆她说 没有因为我们先买房子 我跟这跟买不买房子没关系 一台车 十几万的也是车 都比这样舟车劳顿来的好 除非有老婆说 我就不喜欢开车 我喜欢坐车 那另当别论 你想想看 上班天气热天气冷下雨 都要这样坐车骑摩车 那很压借 自排车冷车起步不会动 要热一下才会动 有什么原因 那内漏 变速箱内漏 内部的那个压力没有建立 要等热车以后才会建立 那个基本上再来就是 变速箱坏掉 那是前兆 请问车车很贵吗 飞雅特500后面 有人说第一支影片都没有分享价钱 我跟你讲 飞雅特500一直到后面 我会有一支影片去跟大家分享说 我买多少钱 然后船运 加这个关税等等 还有车测多少钱 领牌多少钱 我一个一个都会跟大家分享 不用担心 不用欢乐 06的Fiesta 有没有要注意的 06 Fiesta 你如果说打算开到要大修 要花钱就卖掉是OK 它除了小毛病多以外 它的零件还非常贵 所以我后来就不卖 因为那修起来 它一个 我记得一个三脚架 六千多块的样子 印象中 它是方向机 方向机也是那万几块 那些东西都很贵 请问你觉得 个人想去找车来整理丢上 我卖油路走吗 我觉得除非你跟车行很熟 然后可以买到很便宜的竞价 不然有困难 那会赚钱可能不好赚 因为现在我们一直在鼓励大家 鼓吹大家就是 买二手车你买的是服务 所以说有时候 个人的状况难免会让人家觉得说 买完了你会不会就不见了 或者是你就不理我了 那甚至说如果真的打官司上了法院 那你今天你如果不是车商的身份 你是自售身份 基本上消费者要告赢的机率比较低 好这个之前都跟大家分享过了 你告一个车商跟告一个自售 基本上自售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泡水 但车商如果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泡水 那会被认定说你是专业的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泡水 你是专业的 你不能说不知道 好所以其实在某种层面上 现在我们一直不断在鼓吹消费者说 其实你买二手车真的已经不是在买价钱的时代 以前是买价钱的时代 那现在我觉得我们是希望消费者要注重的是我们的服务跟专业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但是丢上我卖应该 我有同学是这样做的 他自己对服饰的车很有兴趣 所以他就自己一台两台收车有的车回来整理 然后自己就自售这样卖 那坦白说他也没有把它当成正值 他另外也有工作在做 然后据我跟他聊 他觉得不好赚也不好卖 那纯粹是他自己在享受这个整理车的过程跟乐趣而已 如果真的他也很清楚说真的这个要赚钱 好像也没那么好赚 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自己要三思好不好 那坦白说在以前我的那个时代 刚开始在做这二手车时代 这样做是有路走的 因为以前应该说这个网路的这个资讯取得还没有这么透明的时候 那还是会有人觉得自售是比较棒的 所以还是会有人愿意相信跟自售买 但是现在渐渐的是比较少 那我也是从这样子慢慢自售几台 然后慢慢整理慢慢卖 后来我就是发现你没有一间店真的 第一个你做不长久 客人不会回流 然后你价钱也卖不好 为什么 因为人家会去找你这种个人跑单帮或自售买 他就是想买便宜 要不然去店面买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做了一阵子考虑到这一些状况 价钱也卖不好 然后客人也不会回流 然后他也是贪便宜才跟你买的 感觉没有办法累积自己的信誉 所以我才先从去靠行开始 就是已经有人开车行 然后我们去靠他 然后用他的招牌 好像我们有一间店这样在卖 然后再来到最后才是自己的店 所以要三思 这次FIT油店会大降价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我猜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 我觉得是汽油版真的卖的没有他们想象的好 所以他们很担心说 如果这个再卖太贵应该没人卖 本田情节种的人没那么多 他们有深深的体会到 因为听说那个汽油款到后期 在今年也许上个月吧 折价折很多 那就代表说真的在销售上面可能遇到一些瓶颈 所以他有点不敢订得太贵 我猜是这样 感谢小诗哥解答 我很喜欢这也觉得现在车市要走入服务业的时代 卖出一台车交一个朋友 蛮喜欢这行业 因为没结束都不知道从哪一起步 我跟你讲 以前有很多这种在骗这种刚入行的 比如说你想要跑单邦是不是 来我跟你讲 小诗是大盘商 你没地方进车对不对 以后来小诗这边 小诗有什么好车 我便宜卖给你 我绝对给你有利润 绝对给你有空间 然后就把收回来一些 这种话没那么好的车 然后又赚了很多钱 有时候卖同行一台车只能赚三千五千 了不起一万 然后这个新来的美国来的表哥 说想要跑单邦做车行 好来来来 一台赚2万赚3万卖给你 你还觉得很便宜 好殊不知那车是烂车 因为怎样 你涉事卫生嘛 不知道这个车回来要花多少钱 好你评估的一定没有我们评估的准 假设我评估这台车回来整理要花5万 然后我就 你看外表弄一弄花个2万 1 2万就OK了啊 好不好 OK的嘛 小诗哥卖你 小诗哥挺你好不好 买回去整理完祝你赚钱 好不好同行批发 不保固哦 回去自己整理哦 然后你买回去妈整理完 花5万6万 就加上去成本 干卖不动 或者是卖出去一台只能赚1万2万 你觉得好像很多 可是其实摊提起来你的时间根本就不划算 所以以前有些车行都在拐这些菜鸟 但我跟你讲我遇过几个菜鸟被这样拐着拐着 后来还真的有长大了 真的就变成车行老板 也是有哦 但是大部分被拐着拐着卖就倒了哦 每台车整理完都留着自己开哦 开不完哦 要不然就赔本卖哦 很多哦 孩子这个社会是很嫌恶的 要注意好不好 小师哥请问如果买二手车发现车矿与合约不符 贷款已经办下来也过往互有解吗 你如果合约上面有清楚的记载确实不符合 这没有什么解不解的啊 你就是要麻烦他帮你勾无塞啊 因为跟你讲的不一样啊 对不公堂的时候你有合约啊 你可以要求啊 说你就是要全部帮我弄好 因为你做的事情跟合约是不相符的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一定要签合约 很多其实我还是每个礼拜都会收到很多讯息 也是问这些类似这种什么 什么他买二手车出了什么状况 他卖二手车出了什么状况 我已经多到重复性太高 我都懒得每一集讲了 那但是我第一个会问的话 合约怎么写 有人说我买车买没多有炸引擎啦 还有这个我买车买跟车况不符啦 他当初跟我说车怎么样 结果后来交车不是这样啦 不管 合约有没有注明 炸引擎算谁的 那合约与车况不符是如何不符 合约上有详实记载 说这个交车应该要有四个轮子 结果他交车只给你两个轮子 那就告诉他 我管你贷款过了没 对不对 当初讲好要给我四个轮子 现在只有两个 就那么简单嘛 所以就是合约为主好不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 记得要签合约 大尺寸轮胎换胎时是不是容易刮上旅圈 没有那看机器 像有一些很贵的旅圈 换胎都要去level 比较高的电换 因为他们那个 拆轮胎的机器是比较 等级比较高 就不会伤到 那你如果去一般的比较 普遍性的那个店家 都有可能会伤到 你尺寸大 很贵 很娇贵的旅圈 去那边用 一样就变双贵了 所以那个要挑过啦 好像很少介绍Suzuki的车是因为比较没特色吗 有啦 Suzuki的车我介绍过啊 SX4吧 有啦有啦 都还有啦 都有介绍 不是因为 为什么我近期的 介绍车影片越来越少 因为我已经介绍了不知道介绍什么 不要说观众朋友会看腻 我自己拍都腻了 我觉得每次就是大概就是这样讲 我对于车我真的 我常常会去看比如说德哥 统哥啊 或者是看其他一些车评的 他们在讲车 我就想要去学他们 学习他们是怎么样去形容一台车 叙述一台车 我真的学不起来 我觉得他们好厉害 为什么他脑中有这么多的词汇 可以去形容一台车 我觉得很厉害 我只会说什么跳弹 那种低属的东西而已 所以我怎么学都学不会 所以可能是我自己也遇到瓶颈 所以 有一阵子 现在还好 有一阵子会很抗拒去 推车介绍车 我就觉得 就是这样啊 Artist Vios 就这样 Yaris 就这样 Lazers 高级的 不知道 可能是我这个江郎才进 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巅峰了 无法要超越 好啦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 大家晚安